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PTT的贴文 他说有国考的念头已经很久了 也问过补习班面寿韩寿 打算五六月的时候买韩寿 他要考四等也就是普考 那么他这个人呢 有需要个人开销跟房租都是自己承担 然后所以他也是需要一份工作 这也是大部分的同学目前的情况 那他这个贴文你看 是一月份的事情 今年一月份贴的贴文 所以他说到二月底 那就说了 他的条件大概快三十岁 高职毕业 所以不论考什么都不是本科 其实大家不管怎么样 大部分考国考的 本科的比例还是偏低的 好那他这边就是要问说 边准备考试 找什么工作 比较适合可以读书 第一个早餐店 最多人推荐 做习正常 早早下班 读书的时间好像比较长 但是他没有什么坚台经验 除非找那种不用碰坚台的 早餐店我讲一下 其实不是他讲的那么简单 早餐店一般来说 五点左右就要到现场 然后你是菜鸟的时候 当然你不是碰坚台 你是先去帮忙弄饮料 弄简单什么烤花生 等到你慢慢熟了之后 就会让你去坚台 老板一定不会想站坚台 因为站坚台伤手 而且呼吸道也会有问题 坚台也没有那么难 只要练久了你都OK 他其实都是一些 常见的材料 不断的重复重复而已 如果你这间早餐店 是到一两点才休息的 你大概三点四点才会下班 其实你回到家 很快就要准备睡觉 因为你隔天五点又要起来 所以只有大概五六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休息 所以做早餐店 其实是一个很吃 个人时间的一个工作 然后薪水又不高 其实我会比较不推荐早餐店 第二个餐饮服务业的外场 看多数人建议都不要做 需要动脑的工作 外场是一个好选择吗 比较怕大多数都真那种 要轮早晚班的 两头班的就不可能考虑 餐饮服务业 你要看是哪一种单位 如果是连锁的 一般它福利比较好 但是你要常常轮班 然后他们的要求也很高 可能端个盘子 就要叫你训练一两个小时 然后可能下个班 还要集体集合 还要开会 所以餐饮服务业 不然外场内场 其实都是很辛苦的 然后状况会比早餐店的作息好一些 因为它不会是一大早就要去 所以你不要以为一大早就去的工作 你作息就会很正常 其实很难 我刚刚讲嘛 你早上四五点起来去上班 然后你要站到下午的一两点 然后收拾三点左右 回到家四点 所以你回到家 真正可以自由的时间 大概四五个小时 你就必须要该睡觉 所以早餐店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所以特别提一下 跟餐饮服务业的比较来讲 餐饮服务业虽然时间长 但是它相对餐饮服务业的人手多 早餐店大部分的人手就三四个 当然连锁店可能更多 餐饮服务业除非是很小间 如果是大间的 大概都十几个人起跳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餐饮服务业 我会建议你去做什么呢 例如麦当劳 肯德基 这种有标准化作业流程的 然后还有例如说便利朝商 都会比早餐店来得更好 再来这边 连锁咖啡店的早班 他说他学生时期有做过 唯一的缺点要寄调配比例 还是很轻松的等等等 连锁咖啡店呢 它比较单纯 然后你说这要寄调配比例也不难 怎么样 你弄一个火带笔记本 随时寄 随时看其实就OK 不是太难的东西 这个工作呢 就当他很忙的时候会比较累 如果生意不要过好的话 其实是很轻松 但是你要想生意不好的店 也可能很快就收起来 好 连锁安全帽店 他说有朋友在座 可以介绍上班时间12个小时 月休6到8天 少休的算加班费等等等 安全帽店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工作 但是它是时段性的 某些时段没有人 有些时段有人 就是要必须要一直定在那个位置上 上班时数很长 但其实常常是没有人的 反过我会觉得这个工作呢 比较推荐 当然一定会被打断 这是这个工作他没有办法避免的 尤其下雨天的时候生意会变好 这个就是安全帽店的一个特性 你看他说他朋友是一个煎两份菜的人 大夜上班 然后安全帽店就都打课睡比较多 第四个保全 撇开豪宅保全那种 一般旧大楼的保全 比较有机会上班念书 但是要看运气 要被投诉等等等 或者要找别的 他就是要问大家的建议 保全这个行业 除非你是上夜班 如果你要上保全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考虑 24小时停车场上夜班 也是比较没有人 所以不见得只有保全这个选择 夜间停车场也是可以考虑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网友的一些留言 好他说可以找做修俄的保全 那这种保全大部分 也都是12个小时 比较多是站车道的那种 就是后哨站车道那种 好他说他有一个同学 找到做修俄5万多还可以看电视的 这个一定是特例 然后他这边另外一个人讲说 找保全遇到好的又边做边读 不好的就走 大业大楼保全有40k 但他不考试 大业工地保全 大业工地保全 什么叫工地保全呢 就是在盖房子的那一种 那他其实常常都是 晚上其实没什么事 就是注意有没有可疑分子 走过去而已 这种保全公司的特性 是他的白天会很忙 他的白天呢 就是很多人要来施工 他要换证干嘛的 这边有人讲 保全风险是要确定公司 会给你比较良的位置 如果不是单人的哨点 还要顾虑另一个人 对啊大部分都不是单少 推荐黑猫曾经理货 时间大约是早上 就三个小时 黑猫有限重20公斤 不少女生都搬得动 这个是他建议黑猫 你可以去做理货人员 再来呢我们来看 这个也是说 做工厂或商办的保全业班 后来有考上公子 这个人是他有亲身的经验 这边有人讲说 安全帽店 生意不会多好 都坐在座位上 做自己的事 他一夜都不建议 可能很累 不要妄想社区 或者一般的商办保全 有机会看书 一定会被住户拗 或者被租轨拗 也是选安全帽店比较稳 这个他分享 他曾经去做一个保全公司 换了好几个社区 最后离职 光是要跟社区住户问好 你就很烦了 然后不要相信主管讲的 没人要的缺才会叫你去 然后也有人建议可以跑外送 就是做工等等 重整网友的建议 还有个人的建议 都是觉得安全帽店 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其他服务业 就像其他网友说的 其实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大部分都会很累 尤其千万不要认为 早餐店是一个好的缺 以上我讲的这个都是 当你需要一份工作 暂时负担自己 并且同时要考试的时候 的一个情况下的场景说的 并不是批评哪一个工作不好 每一个工作都可以做 只是我们是在论 当我要考工职 又要同时有一份工作的时候 怎么样来评估是最好的 那么以上 这节节目就提供给你参考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